试管婴儿有什么风险? 李彦琼 妇科 副主任医师 正常的怀孕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当然试管婴儿的风险就是大于我们正常怀孕的 比如说我们正常怀孕了以后的流产 胚胎停育孕 胎儿发育异常 在试管婴儿中间也是会出现的 但是试管婴儿它因为怀孕受到限制了 我们的医疗帮助 那么它可能发生几率要比正常怀孕的发生几率又更高一些 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接触到有些试管婴儿的孕妇 他认为我在做试管之前 已经做了一些胚胎的一个染色体的这些检查 那么我们产生中间是不是再要进一步的规范的检查呢 他有些疑问 但是我们认为你在试管之前 做了一些胚胎的各方面的检查 那么孩子到了子宫腔里头 在发育过程中间也有发育异常的情况 所以说他的这些风险都是要比正常怀孕要大一些 我们应该规范地进行一个产前的检查 而且呢我们可能针对各方面的问题 还要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帮助和检查 专家提示 一 正常怀孕以后的流产 胚胎停育 胎儿发育异常在试管婴儿中间也会出现 二 试管婴儿发生的几率 要比正常怀孕的发生几率更高一些